有请主持人新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 之前有一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在网络上是不断地被刷屏 票房直达三十亿 这部口碑爆棚的国产电影 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齐元行是一位白血病患者 因患白血病走上了慢慢寻咬之路 最终帮助自己的同时也帮助了病友 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寻一种救命药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处境甚至比电影里的人物更令人心酸 女儿患上的罕见病 患儿的平均寿命只有十二岁 无药可医 在绝望当中 他们的生活又将如何继续呢 拖鞋校就是类似于老年痴呆症发生在小孩身上 一生也告诉你们有希望了 你毫无能力去阻挡 你这辈子往为父母 把这个药推上市了 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能用上这个药 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做法 觉得我像疯子一样 对于他们来讲 每一天都是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 今年已经七岁的悠悠和同龄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不同 时间在她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不是向前跑 而是一点一点的在倒退 我叫秦可嘉 是一名航天工作者 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是悠悠的妈妈 一个罕见病患者的妈妈 遭遇了 小手拿着 不养 悠悠现在这个通电的功能收到了一些脆化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们的安全性不敢让她吃大块的东西 你关心吗 年多堂 年多堂 听起来多么可爱的名字 可她却是一个 能不能小声 会不会吵到邻居 声音太大了宝贝 她特别喜欢弹琴 只要是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她都特别喜欢 悠悠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琴 她会记得这个琴的哪些钮都是什么功能 我如果再换一个的话 她可能就没有办法记得住哪个钮都是什么功能 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医生所说的话 我甚至觉得她这是误判 那个合资公证上的结果就是脱随窍 类似于老年痴呆症发生在小孩身上的那种现象 我跟我爱人俩就到处跑 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原因 你不能仅仅告诉我 说这是一种罕见病 说这个是老年痴呆症发生在小孩身上了 这不是原因 这只是一个现象 但它不是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就到处找原因 您的孩子患的是Saint-Philippe 宗旭州 我中文名字就是年度堂鼓急症 这是一个疑传型的疾病和罕见 能治吗 这个病目前没有好多病 可以治 不像其他的瘟瘟体病 有的还会有没替代治病 但目前对于这个病来说 不管是没替代治病 不像其他病 不像其他病 不像其他病